大家好,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五 北水又日出日入 昨天看到北水有些入了 希望北水繼續留在這裏 我始終覺得北水在這裏 入的多少少而出的不多 最終一定會有做些事 問題是除了北水之外 港水、外資水可能一直流走 這是沒有法治 我們再看看板塊方面 今天上升的板塊很少 只剩下煤炭 煤炭升的時候因為天氣冷 還有工商業主 還有其他金融焦和工藝產品 是說好一點點 我們再看看銀行去到哪裏 銀行在這裏 汽車 好衰 去到這裏 汽車是一個大半的 都去到這裏 地產在哪裏 地產在這裏 銀行在這裏 地產在這裏 全天候一片綠 即是跌了 這裏都不用說了 看看旗子 旗子 今天跌穿了 暴力通道中軸 不好養的 不好養的 之後就將會 應該是視 暴力通道的下軸 下軸 這裏 這裏應該是168 168 168 178 178 這裏 這裏 變成了 這裏 暫時的阻力位 中軸 17454 就當17500 是一個短期的阻力位 長期的 就應該在這裏 這裏 這裏 暫時不需要說 這裏也不需要說 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 可以去留意 可以留意一隻手情控股